原标题 18年前,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五年,就陆续有七万多人来到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。一时间,人际罕至的山道上摆起了长龙镇,锤子钢签砸在岩石上的声音此起彼伏。那么这些人是谁?又在这里做什么呢?太行山原来这七万多人,几乎全都来自太行山下的一个小县城,河南临县。 从有历史记载以来,临县人民就饱受缺水之苦,累到大汉荒年,饿死和逃荒的人不计其数。 1954年,刚来临县上任的县委书记杨贵决心改变这里缺水的面貌,他带领临县人民修建饮水渠,穿过太行山,把山西境内的浊张河水引来临县。 这条悬挂在太行山上的人工天河,就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锡渠。 1960年,红锡渠开始修建。 没有住的地方,工人们就睡在悬崖峭壁间伸出去的岩石上,睡觉的时候,必须头朝里,否则睡着了,稍微一翻身,就会摔下山崖。 悬崖峭壁为了把爆破之后,松动的碎石一一拨下,为下面修渠的人排除险情,红锡渠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,除险队。 腰记绳子,手拿翘棍,十年三十三岁的除险队长任阳城开工了。 上头是望不到顶的山峰,下面是望不到底的悬崖,他除了一条绳子,没有任何防护措施,就这样在悬崖峭壁上荡鞦韆。 由于常年掉在悬崖上,大家给他取了个名字,叫飞虎神鹰,除险队,这就是除险队队长任阳城。 一次除险过程中落石打在脸上,门牙几乎全被砸断了,还有一次从半山腰掉下来,总算大难不死。 任阳城为什么仍然要坚守在他的岗位上? 除了每时每刻面对生命危险,浮险队背后还有怎样的辛酸,任阳城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整个红旗渠工程中最难开凿的碎洞青年洞工程上马了。 没有食物,怎么有力气干活? 面对这座实质坚硬的山体,风钻机只钻了三十厘米,就毁掉了四十多个窜头。 工人们又是如何坚持把碎洞凿冲的? 青年洞1965年4月5日,是临州历史上最盛大的节日。 这天,红旗渠的通水典礼,在总干渠的分水岭举行。 有的临县村民为了来看红旗渠通水,走了几天几夜的山路,通知来参加典礼的是一万人,但当时漫山遍野,来观里的群众都看不到头。 红旗渠彻底彻底改变了临州的历史,也把自力更生,艰苦创业的精神旗帜,永远地插在了太行之巅。 在红旗渠彻工程建设中,形成的科学发展观,是建设社会主义,实现中国梦的宝贵经验和精神动力。 红旗渠通水典礼更多精彩内容,锁定12月22日,湖北卫视大建密太行山上的奇迹红旗渠下,返回搜湖,查看更多。 责任编辑